Hello 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說說天災的問題 剛剛過了一場大風 香港迎來了天甲的十號風球 比九七之後的另外兩個十號風球更加厲害 過了一天之後大家還在討論 浪有幾大、雨有幾大、風有幾大等等 似乎過了一天假期又大部落過 都是一個沒什麼大影響 大部份人都 以香港的確的 以香港這麼先進的社會 無論是颱風還是水災等等 香港都比較能夠應付到的 事實上近幾十年來 特別大型的風災或者水災 死亡很多人造成很大破壞的情況 都已經是不多見了 但是 是不是就表示香港一定能夠應付到天災呢? 香港不是身處地震大 又比較能夠應付水災、風災等等 但是 香港人有沒有想過 我們大家有沒有想過 香港能不能夠應付到另一個 香港曾經發生過的自然災害 就是旱災呢? 六十年代的大巷災曾經出現四天供水一次 結果流下山水喉變成上一代的集體回憶 自從六十年代引入東江水 而東江水的那個使用量越來越高 佔香港總使用量現在有大約百成的時候 很多人就好像喝了麻醉藥一樣 以為只要有東江水 香港的食水供應就能夠千秋萬世了 又將保護香港水塘和集水區的郊野公園 視為香港房屋問題的罪魁禍首 要用除之而後快 甚至有些所謂的教授 填平、船灣、淡水湖 這是香港第二大水庫 這些是絕對的荒謬 是絕對的麻痺大意 絕對的愚昧無知 對香港是極度無良的建議來的 大家想想 東江水是否真的千秋萬世呢? 除了污染嚴重、價格高昂之外 其實中國是一個嚴重貧水的國家 東江沿岸的用水量 根本已經是嚴重超越負荷的 隨時遇過一場珠江流域的大旱的時候 東江是沒有辦法供應足夠的食水給香港 那怎麼辦呢? 其實香港現在就是要味與籌謀 而不是去臨河掘井 首先我們必須要嚴格保護我們現有的水塘 嚴格保護現有的郊野公園 用來保護水塘的郊野公園 連一串土地都不能夠少 保護香港本身的儲水設施 另外大規模發展海水化淡 香港絕對有足夠的財力和條件去發展海水化淡 但為什麼應該做的就不做 而現有的就要大力鼓吹去破壞呢? 這是什麼社會呢? 香港人是不是已經進化到變成一種 香港人是不是已經進化到變成一種 不需要飲水的動物呢? 就算香港人真的不需要飲水 大家想想 風災可能一天就過 水災可能浸幾天就完 但是旱災可能一來就幾個月的時候 而這幾個月嚴重缺水 每一個行業都需要水 每一個人都需要水 缺水的這幾個月 香港會引起幾大的經濟損失 而缺水的時候所引起的衛生問題 引起的疾病問題 所引起的人命損失和社會成本又有多少呢? 幾十年來香港未試過出現大規模的悍災 未試過出現大規模的缺水 而令到大部分香港人有一種麻痺大意 以為食水 好像黃河、鐵支水、天上外那樣是必然的 這個是香港未來的一個危機 面對自然災害 我們應該是謙卑和味與醜謀 以及在味口渴的時候 掘定多些井 香港人 我們愛香港 我們需要水